解除緊急事態宣言後 日本東京逐漸恢復網域人潮 只不過大火卻還不能放心 因為日本疫情沒有完全獲得控制 24號確診人數達到55人 創下近一個月以來的新高 25號又有48人篩檢呈現陽性反應 東京人性紅黃 民眾的擔心起來有自 因為24號的55例當中 只有23人感染人不明 25號的48例 更包含有特教學上女老師 和都營地下臉戰員 而且不光東京 連北海道的小尊 都出現卡拉歐黑群聚傳染 讓專家不敢答應 這是第二波的流行拡大 是要看得到的 如果有這些階段 要早期的対応対策 事實上日本解除緊急事態宣言後 民眾掉以輕盡的情況增加 近乎東京鬧區的人變多 社交距離難以拿捏 都加深傳染風險 調查也顯示 除了活動力強的年輕人 被傳染機率高 還有很多感染者 從事夜間特種行業 東京都想控管疫情 難上加難 應該是在飲食店的中心 應該是不可能 這樣的話 飛沫感染或 店裡也不太難 加上日本放寬移動線之後 從東京流出的人潮變多 更難保不會讓病毒破散 面對來次經濟面的龐大壓力 日本政府不見解封 恢復社會運行 但疫情始終沒有獲得控制 然後第二波疫情的威脅如影隨行 隨時可能再爆發 全世界我覺得去中國變一個元氣大衆 事實上有很多的國家現在慘不忍睹 我那天看說這個月戰 美國只死亡五萬八千人 美國現在已經死十二萬幾人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 美國只死了十一萬六千人 現在這已經死十二萬四千人 都死了一萬人 然後韓戰總共也沒有 沒有死這麼多 韓戰 那來給大家看一下 美國是這樣 確診二四六萬 死亡十二萬四 巴西確診一百一十九萬兩千 一天增加四萬多 死亡五萬三千八 接下來第三名是俄羅斯 確診六十萬 死亡八千五 第四名是印度 確診四十七萬多 然後一天增加一萬六千八 死亡一萬四千九 第五名是英國 那麼其實歐洲這些國家 也都還在增加 不過增加的速度沒那麼快 都一天大概幾百例 台灣 中國說他在命中不算 因為他們都隱瞞 那臺灣呢 臺灣今天增加了一個境外病例 現在是四百四十七 在全世界是排第一百五十三名 就臺灣的防疫成績做得非常好 我再請教一下陳教授 為什麼越來越嚴重 因為我們其實最近一直在跟大家講 我們其實現在目前要看的是解封指數 解封指數除了這個感染確診人數 下面還有一個康護人數跟致死率 這個就是跟醫療能量跟重症能量有關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這樣 因為美國在解封之後 以及中國大陸現在目前爆發的這些大水 這些都是我們很擔心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這些會把醫療能量 把重症能量佔計了 所以康復的很慢 康復的很慢 後面引起的就是帶來的就是暴動 今天你看到鋼國 我們看到這些國家 在非洲這些鋼國這些國家 他們的疫情一直在往上升 原因在哪裡 因為他們這些戰爭 常常發生的國家 根本現在醫院都沒有辦法去 疫情進來的人 根本就根本沒辦法去住院 一下就死掉 所以你看那個解封指數當然就高 因為他死掉 一下就死掉 所以我們現在不能只考慮到 今天感染的傳播能力 我們還要看到這個國家的能量 有沒有夠 那我們就給全世界做的地圖 全世界你看只要看到紅的 都是現在不能去的國家 也不能讓他進來 美國 美國一直線很高 但是美國我們看到這指數 大一就不能去 美國大概是三 那你看到今天 我們有一個境外部 瓜地馬拉 是 它就是四點四 上次的孟加拉 我跟各位報告 這個數字孟加拉 也都是尼泊爾跟這些國家 都是大一 都是大一的 這些所以這些境外移入的個案 你都是有國家都可以指出 那這些國家就是不能進來 也不能出去 全世界這個疫情 一定要等到疫苗出來嗎 疫苗 我們談疫苗 現在都是要六個月 九個月之後 對啊 現在目前已經都知道答案了 年底是不可能的 年底不可能 換句話說 接下來的半年會更加惡化 對 所以這半年 所以我們那一天六月底 真的 我們本來以為六月底會舒緩 但是你今天看到這個情勢 為什麼我跟宏毅大哥講 外面情勢是非常嚴峻 這已經是差不多 已經是世界 要演變成世界戰勝 世界戰勝 對 因為你看貧窮暴動之後 一定是這樣 這個都是 我現在坦的都是只有一個 一個小小的地方而已 那美國另外一個很重要 種族 種族的問題 種族問題他去抗議 示威 群聚在一起 群聚在一起 又叫囂 然後這揮莫感染更容易 那臺灣為什麼今天不會 你只要爆發過流行歧義 包括中國大陸 這些病毒的量 都還是在存在那個社區裡面 他這種群聚感染 機會越高的時候 馬上又爆發流行 所以這個就變得很難控制 那我記得川普有說美國 可能他們的疫苗 會在一月份出來 那臺灣就 臺灣一定是更晚 所以晚個幾個月 而且出來會先給醫護 醫護人員先用 那我可以這樣說嗎 就是說對於一月到現在六月 全世界大概有一千萬人確診 所以如果按照疫苗出來的速度 全世界超過 會超過兩千萬人確診 這樣可以這樣說嗎 可以這麼說 那死亡可能會超過一百萬人 應該是這樣子沒有錯 再來要再四五十萬人 因為他們現在的預測 就是現在一千萬 大概再加一千萬 除了臺灣這少數國家 包括冰島跟紐西 現在是目前比較高的 你看綠色 我剛才看到綠色的部分 都是大家可以的 你看臺灣的解封指數 是零點零四 只要是零點一 這些國家都可以讓他進來 只要是零點一的都可以去 零點一的說 我們是小一是越小越好 零點一就是最低的危險 對 臺灣是零點零四 我們全世界 我們全世界以國家超過兩千萬 那是第一名 我必須講得很悲觀 就是說美國現在其實都解封了 都解封了 其實都解封了 對 所以都解封之後 老實講 今天因為 因為有很多的因素 包括我們今天談的中國大陸的因素 如果再過去 對不對 會不會造成他重新再一個流行感染 有些州 像阿里隆納州 這些州都一直在飄升 本來這些州都是下降的 在我六月 五月跟六月的這個 驗測的時候都下降 現在都上升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說 入境出境 我們可能要有檢測的措施 讓別的國家知道 我們就做了 我們是嚴謹的國家 對對對 我們既然要檢測 是要保護臺灣的 我們出去也要檢測 我們不需要對民眾做檢測 一般民眾做檢測 可是對於入出境的檢測 要形成所謂今天的免疫護照 因為我們必須讓其他國家知道 我們如果萬一撿到這個是陽性 我們不會讓他出去的 我們對國際還是有責任 就是說這個東西 在航空今天復甦的同時 我們有沒有可能這樣做 我們有可能 如果我們有可能這樣做 我講一個比較誇張的話 東京烙印就應該搬到臺灣來搬 不是嗎 因為東京烙印上次 一個很重要的機會 是安倍在當時沒有想到的 如果東京烙印很慷慨的開放 把他變成是一個檢測國家 所有進來的選手都檢測免費 含在你的檢測理念的項目裡面 檢測陰性才能夠參賽 檢測陽性很抱歉 東京烙印必然成為今天防疫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楷模 但是今天日本這個夢 已經破滅了 不可能 今天連我們預測明年要辦東京烙印 在日本都非常困難 事情很大條 東京烙印不能辦 真的是蠻嚴重 我必須這樣講 就是說在外面 臺灣 臺灣是感受不到 所以我剛才講的不是誇張的話 每一個 包括我們協助界 每一個的都很想來臺灣開會 我非常同意陳老師講的 我們要有防疫護照 就是說人進來要檢測 可是我們的人出去也要檢測 為什麼 因為告訴全世界 臺灣是一個這麼負責任的國家 不要太在乎 我們自己有 我們也不讓他出去 不要太在乎 這個很細的措施 我們臺灣每個人的做法都有一套 今天的積加檢疫 其實就是保障今天跟中國不一樣 我們的基加檢疫就是落實 我請教你 陳老師 因為臺灣人很想去日本嘛 擔心一天 今天又增加五十五個人 然後說是緊急事態宣言解除之後 單日新增最多的一天 那為什麼 因為發現了一間辦公室群聚感染 先後已經七個人確診 然後東京都的知識小時 擺盒子說 預計之後感染人數會再增加 檢驗怎麼都不會乾淨 日本 日本這一次就是 我從三月 我們一直講到這個 日本從醫院的群聚感染 醫院的群聚感染 我不知道他的意思 可能完了之後又到 就叫G9家這些店 這些店感染力 幾乎群聚感染沒有斷過 從三月到六月 從來都沒有斷過 所以你說東京奧運 很可能辦不成 我覺得東京奧運 如果以現在目前的做法 日本如果不好好在在做這個事情的努力的時候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看憂 非常看憂 我覺得真的現在跟二零零三年的SARS 是完全不可從日而喻 我現在有感覺 覺得好像那個那個隧道看不到鏡頭 對 完全對 就臺灣人是這麼喜歡出國旅遊 那我們搞不好 兩 未來可能三年都沒辦法出國 不會啦 疫苗出來就OK了吧 因為你不知道現在抗體持CD有多久 現在沒有一個科學家敢講說 今天這個抗體可以留在身上留三個月 還是六個月 留一樣 它的變種 事情就不是這麼簡單說 所以疫苗 當然是一個希望 但是他有一些不確定性 我也同意范老師 就他有不確定性存在 所以你不能用一個不確定性 來講我們今天要把這些不確定性壓寶壓在這個地方 這樣你可能會破散 所以范老師講了說兩三年內 搞不好不能不能出國去玩 不排除這個可能 但我覺得他沒有 也許兩三年他沒有辦法真正銷聲匿跡 但是跟我們要可不可以出國 或者是交流這件事情 不一定畫上等號 因為我們也不一定能夠完全確定 他是銷聲匿跡 我們才可以去做交流 只是那個交流的謹慎度方法 可能會相對以前比較嚴格 我覺得這個會改變我們對很多事情的看法 就是說如果他真的到時候真的開放出國旅遊 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搞不好下次又來個疫情怎麼辦 就是大家不敢去做長期的規劃 就是說因為這個不確定性太高了 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會變成 我們每個人會有種陰影 這種陰影會存在 其實有一陣子就變少 你有感覺嗎 因為那時候是全世界期緩了 可是現在又上去了 所以你境外越路幹會馬上又增多 所以我也告訴大家 境外越路幹增多 大家不要覺得恐慌 因為那個是別人家發生的事情 要把他怪罪在我們臺灣政府上面的東西 這很不公平 國共論壇還要再進行嗎 視訊 視訊 那就看那七個人還在不在 OK 大家報告 全世界要嚴重生死 你看 說美洲的病例激增 世界衛生組織說 拉丁美洲很多國家 七天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就是說一個國家假定是十萬人確診 光七天就增加了五萬人 那個速度看有多嚇人 所以世界衛生組織說 根本就呼吸器就大缺 剛剛是陳老師說 世界其實等同一場戰爭 確實也是這樣 那臺灣因為在中國的威脅下 情況似乎有非常不安的跡象 為什麼呢 給大家報告 說掌 掌是六月二十四 掌的 掌的掌和掌的阿波 美軍總共派四架偵察機 在巴士海峽的上空飛 兩架P8A海神式反潛機 一架P3C反潛機 一架RC E35偵察機 今天美軍再派C17全球霸王3軍用運輸機 也飛越巴士海峽 然後這個八點四十八萬在南海的上空飛行 所以這個有人就寫說 哇 美軍多忙的一天 都在臺灣附近 都在臺灣附近 都在西南海域 美國三架軍機上午飛越巴士海峽 往南海偵察 到這裡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他要一直偵察 一天派四架來 來 我們來看 外表長得像一般客機機身 卻掛了一堆電子偵測器 美軍最新反潛機P8海神式 裡頭情報官正在分析的畫面 就是中國在南海的一舉一動 最新行動再度曝光 根據曝光的航機圖 右上方是高雄左營 海神式就在巴士海峽來回繞圈 飛機不停地在原地打轉 目的就是要找出水面下的目標 你說P8對自己也好 我說鬥圈子也好 我們可以看說 其實這應該是碰到所謂的隨機目標 平常軍機不會沒事 在某一個空域或海域繞圈 因為這是耗費油料 而且是對機組人他也會倦怠 美軍甚至叫來空中加油機 延長停留時間 要跟水下目標比耐力 曾傳出台灣周邊有共軍潛艦出沒 甚至日本入了島外海 也偵測到共軍潛艦 美軍海神式懸在台灣南方偵察 卻遇到共軍干擾水下目標 恐怕就是共軍潛艦 美軍把三大航艦打擊群 全開到菲律賓海周圍 共軍潛艦恐怕跟著出動 刺探美軍航艦情報 美軍用P-8海神式反制 猎殺共軍潛艦 台灣也有P-3C反潛艦 也是猎殺潛艦的專家 能夠負責防衛台灣重要航線 P-8海神式能攜帶飛彈 魚雷等多款武器 甚至有先進的氣體偵測 能感測潛艦從水下排出的氣體 等於是用紋的就揪出對手 怕作戰航程長達8300公里 就算從沖繩加首納起飛 抵達南海不過4000多公里 巡航南海綽綽有餘 美軍先進的反潛艦現身 共軍潛艦想靠近刺探 或接近台灣 風險和難度都跟著提招 來 再說一遍 這是長 長 當時美國派四型五架美國軍軍出現在巴士海峽空域 兩架P-8A海神式偵察機 一架P-3C反潛機 一架RC-135偵察機四架 然後再派了一架KC-135空中加油機 那說目的可能是要進行聯合反潛的偵巡 那裡有潛水艇 然後所以要反潛 然後要偵察跟巡邏 今天如果知道還有一架美軍RC-135偵察機 位在日本沖繩的美軍基地 經過臺灣東部的空域 飛巴士海峽 還是要進行徵詢 木民兄 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這個在過去這幾年來 中共的海軍基本上在做一件事 就是他要突破第一島鏈 並且完全掌控南海 所以剛剛看這個就是地圖 你看說從這個沖繩到臺灣到菲律賓 這就是我們講所謂第一島鏈這樣 那中國大概從二零一二年習近平上臺之後 你看他做什麼動作 就是說他在二零一六年開始 就是說整個在南海軍事化 那現在你看派這麼多的這些這個 突破第一島鏈這大家都知道 因為今天彭博Bloomberg說到二十四號為止 就是昨天已經中國已經派軍機八度老臺 二十四天來爬爬 對此彭博社說 美國不應該再搖擺不定的支持臺灣 一下子要支持 一下子不支持 因為以長期來看擺盪的臺海局勢 恐怕將增加開戰的風險 而且讓美中關係折磨式的降置冰點 彭博社說本月共計已經來八次了 這是有別於前幾年 過去幾個禮拜的頻繁程度很不尋常 記住他講很不尋常 似乎也象徵著中國在對臺灣警示升級 美國企業研究所有一個學者叫做馬札 他說十年後恐怕會把會看到臺灣海峽出現新的危機 十年後彭博社說臺灣問題實際上 美中之間的一個關鍵的問題 儘管中國不斷的強調臺灣問題是中國國內問題 但換句話說臺灣問題沒有解決 中國跟美國之間的問題也不會得到緩解 所以就是說很明顯就是說中國的這個軍事冒進主義 就是已經都逼近到這個地區了 那美國他對他來講 在過去這幾十年來整個西太平洋 根本就是美國的在美國的這個保護傘之下 那這個這個美國跟中國之間的這個軍事的這個對峙 他的最中間點其實就是臺灣 對 你再看你從臺灣一直到這個巴士小孩到南海 這個根本其實就是美中現在可能會發生衝突 最可能的地區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國際關係裡面所講 一個叫做就是軍事就是叫做戰爭邊緣政策 什麼叫戰爭邊緣 他並不是說我真的一定要打仗 但是我一定要想辦法讓你知道 我可能真的會打 所以就是說現在我覺得美國跟中國 現在做的事情就很明顯就是不斷在秀肌肉 就是說這個過去在西太平洋 本來就是美國就是超強 美國就是霸權 所有的國家不管是日本韓國臺灣 所有都認為說美國這個地方 就是美國的勢力範圍 我就是要跟美國合作 那中國從這個過去這十幾年來 基本上就是要突破 他認為說西太平洋 根本就不根本就不是說 這個你美國說的 我要跟你分庭抗理 所以你看中國他過去講什麼 在這個這個習近平上來以後 他說我要這個發展新型大國關係 那這個背後是有很很這個 就是很明顯的有一個不只是軍事 不僅是政治還是有軍事說 我是要跟你分庭抗理 那美國當然是不接受 那不接受怎麼辦 不接受就是現在就是在從這個 第二島鏈 第一島鏈開始 就開始在對峙 那我請教一下留言 看到蓬勃是覺得說美國政府 你支持臺灣也這樣 咬擺 它咬擺 他有講就是說不能支持臺灣 你不能夠用擺盪 不能用搖擺不定的方式 我當然我們從這一兩年來觀察 美國對臺灣這樣的支持 包括軍事上的認同 包括我們可以 我們國防部的官員可以參加他們軍事的會議等等 當然那個強度是比以前比起來是強很多 不過我們當然也不會遠 他在很多 他還是有些地方 他還是沒有顧慮到 他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他還是沒有那麼明確 我覺得蓬勃這樣也是代表 他們在美國政界的一個聲音 就是說你在臺灣跟中國之間 美國他可能要更明確的一個選擇 一個選擇 至少對臺灣來講 承認臺灣的這樣一個主權地位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我們去觀察的一個方向 因為我覺得美國很滑軟滑軟 你注意看 因為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趙立堅 六月二十二號說 因為大家都講說他要設那個什麼 南海航空識別區 對 他六月二十號他有講 每個國家都有發設 航空識別區的權利 他打算要設了 中國打算要設了 中國打算在南海發設航空識別區 這引起國際的關注 所以美國第一個黑人的這個上將 美國太平洋空軍司令布朗 四星上將警告 此舉是違背國際秩序的 損害周邊所有國家的利益 美國會致力於維護印太地區 航行與飛行自由 可是他又加了一句 美國以和平解決糾紛為原則 你講這樣 其實我們都覺得川普上台之後 好像對臺灣已經夠好了 跟蔡英文通電話 去年還賣給我們F16V 然後賣給我們M1A2 還是美國現役的戰車 而且臺美的軍事交流非常的綿密 我們也覺得夠好了 可是在美國裡面很多人覺得還不夠 他們覺得川普做得還不夠到位 他們覺得要對臺灣更好 你看為什麼最近這個波頓 前國家安全顧問波頓 他說川普可能會出賣臺灣 還說川普拿臺灣跟中國做 我們是麥克比 然後中國是桌子來做比照 那表示彭博的說法是什麼 你要更強 要更強硬 你看那個華爾街日報還講什麼 他說如果川普連任是中國最高興的 我覺得搞不懂 這川普現在的這樣的一種 我們看到他是死無跟歐巴馬比 他是對中國這麼的強硬 可是對美國很多特別是這個 共和黨裡面的保守派 例如說像波頓這些人 他們認為川普你應該要更強硬 更挺臺灣 所以我覺得從這件事情 很多人說好像什麼臺灣會被出賣 他為什麼說臺灣被出賣 因為很多美國的主流民意 是不能讓臺灣被出賣 臺灣如果被出賣 是直接威脅美國的利益 美國現在在太平洋 在這個臺灣有三艘航空母艦戰鬥群 群集在這邊 他們怎麼可能把臺灣賣掉 所以波頓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讓美國民眾對川普不滿 對他們兩個人雖然已經撕破臉了 所以真的是危險情人 那接下來川普會更加的 美國會更加支持臺灣嗎 更加嗎 更加因為川普要證明 我不是假的反衝嗎 我是真的反衝 怎麼更加 那就要有更多的動作出來 所以我覺得現在就變成說 整個波頓他們出來 畫一些時報出來 他們就是給川普壓力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常常說 我們好像美國會拋棄我們 看到波頓的這個講話 很高興 你看美國果然會拋棄臺灣 波頓是反過來施加壓力給川普 他其實是在幫臺灣 反中一定挺臺嗎 反中當然挺臺 臺灣是在低島鏈在捍衛 在圍堵中國的 中國只要任何的飛機戰艦一出 就碰到臺灣 就是說如果各位就是說 把這個臺美關係 從過去這二十年來看 你看早年這個就是臺灣 跟美國之間的這種軍事合作 都是秘密的 就是說可能雙方都還不能 不能夠就是說 去真的公開的會談 後來可以公開的會談 本來這個軍售都受限 可是現在你看 在這麼幾年來 臺美之間的這個軍事合作 越來越密切 我覺得這越來越 為什麼一定會越來越密切 這個很簡單 就是說因為美國一定認為說 跟中國之間的這個軍事競爭 會越來越激烈 然後臺灣是美國在西太平洋 他一個不可或缺的一個盟友 對臺灣來講 我們就是要保衛我們自己的國家安全 就是說對我們來講 我們臺灣最後無論如何 到最後一定是 戰到一兵一竹 我們只要守住我們自己的土地 那當然是誰可以幫我們 譬如說我的疑問就是說 以前有很頭來暗期 現在手勤手可以出去散步 現在公開的程度還滿多的 很難明顯的 對對對 都沒有在避諱 而且我們觀察 彭博這樣在美國政界的聲音 是越來越大 就會表示他 其實在這件事情上 美國的聲音 川普身為總統候選 他一定會觀察到 這樣的一個聲音 是 為什麼韓國有駐軍 日本有駐軍 不能在臺灣派駐軍 美國在AIT 現在也有他的陸戰隊 陸戰隊 這本來五萬多人 因為現在在韓國 或在琉球 的基地 其實跟臺灣非常近 他隨時就可以過來 但是美國這個牌 不能全部打光 我要 這個是我的籌碼 你今天如果中國再囂張 那我真的就有可能軍艦 先軍艦進入到高雄港 現在他的已經運輸機 已經從臺灣基隆進來 貫穿我們的本島了 這一次已經是個首例了 過去都在臺灣海峽中線穿越 他是經過我們的本島上空 那未來他是一步一步來嘛 你中國如果越過分 我們慢慢你看包含 包含這次他要我們在 這個東沙島部署陸戰隊 這是過去沒有的 過去他要我們在南海 就保持低調 東沙島不准駐軍 太平島不准駐軍 蠻久當總統想去巡視 美國都叫你不要去 你不要過我至少麻煩 因為我南海 臺灣就是安安靜靜的 我們跟越南 跟福利兵合作 南海仲裁案 臺灣不要有任何動作 可是為什麼這次 我們派陸戰隊 到東沙島去疑訓 這個沒有美國 美國是背後是支持的 因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動作 第一個越南可能就會抗議 福利兵就會抗議 可是我們看到 越南跟福利兵沒有抗議 為什麼美國已經告訴他們了 臺灣這個時候需要有動作 對抗中國 所以我臺灣可能更是跟越南 跟福利兵可以合作 构同對抗中國在南海的擴張行為 所以我覺得其實整個情勢 是出現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轉變 對啦 因為我覺得美國 香港沒有派到金蘭灣 金蘭灣是在越南 怎麼不派來我們左營 也可以讓你進來 在冷戰時期 美軍在東南有三個重要港口 一個就是金蘭灣 越南 一個是菲律賓的蘇比克灣 還有一個就是高雄港 前年美國就有一艘軍事的研究船 停泊到高雄港 研究船 我們要慢慢來 我們不要一次把旗全部都下滿 其實這就是給中國一個警告 我可以這樣做的時候 我軍艦就可以隨時 我可能用這個維修的模式 或者我可能是要運補的這個理由 或者救護的理由 我進入到高雄港 可是我這一步一步來 就是給你中國一個訊號 不要一次把牌全部弄下來 我覺得這是美國 他的一個一步一步的策略 請問我要補充 因為鄭大哥我這樣講 就是說其實美國跟中國之間牌 是一步步打 然後是一步步來 就不是我們一次把軍事上 通通都做到位了 那個東西才叫做挺臺灣 不是 是因為美國有很多東西 都是比較在檯面下慢慢 深水淨流慢慢來 那我們在目前看到 最明顯的例子是什麼 其實就是台積電 為什麼就是台積電呢 你看台積電到美國 要去設廠這件事情 其實已經講了一兩年的時間 但之前台積電都沒有特別張揚 也沒有特別講 而且台積電放出來的風聲 還是讓人家覺得說 這個看起來就慢慢來再說 可是你知道台積電的董事長 劉德英在過去這一個禮拜 講什麼話嗎 他不但告訴投資人 會到美國去設廠 他也告訴大家說 去美國設的這個廠一定會賺錢 然後說他的毛利率不會輸給台灣 那意思他還在補充說 美國政府一定會補貼給我們 他講這個話其實象徵意義就很大 那另外為什麼特別 舉台積電這個例子 因為台積電這個例子 之所以重要是在於說 第一個美國那一邊 現在有很多的國防科技 會需要用到台積電的晶圓 第二個是什麼呢 這樣的晶圓走到今天 你會發現最好的技術 跟最先進的技術 現在都是台積電在做 而且他最先進的研發會放在台灣 所以就變成說 對美國人來講 你看晶圓變成是一個戰略性的物資 美國自己本土在晶圓這一塊他沒有 所以就變成說他沒有的物資 跟他的國防科技又這麼重要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有台積電 他看到周邊的供應鏈之後 他現在需要台灣 這是一個例子 那第二個我要講的是什麼 是說在過去這幾年 你也看到一件事情 美國跟中國之間 在根本利益上的矛盾是變嚴重 那國防上面是一件事 你有沒有發現光做生意這件事情 美國人在以前早在四年之前 美國還有很多的企業家是挺中國的 是會幫中國出面去遊說美國政治圈說 政府不要對中國這麼差 就我們還是在中國在賺錢的 可是這幾年的氣氛不是這樣 這幾年我所看到的是 在美國的遊說圈幫忙企業界 幫忙中國企業界 美國企業界去對政府遊說的 變少了 為什麼變少了 很多人在中國踢到鐵板 那也發現說 他強迫我要技術授權 要我技術要給他 他才要讓我做生意 那不是等於要我自斷手腳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 我們看到在美國的 這個商界的氛圍也變化 對川普來說也變化 所以剛剛鄭大哥 所提到的彭博社 彭博社其實後面反映出來 是很多企業界的心聲 所以他們某種程度也是要 美國政府要直接 再更表態的明顯一點 就戰略方向明確了 大家以後生意比較好做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關心高雄的選情 現在三位候選人已經如火如荼 展開這個競選 那今天是端午節 他們都到很多地方去握手 去市場 這個去這個蠟票 來我們來看一看 一大早才五點半 趁機賣到前鎮魚港拜票 阿桑二話不說 哭上去 還有女粉絲一夜沒睡來登人 很早起來很早起來 熬夜熬夜 你就是為了看他 對對對 很帥 減肥成功 很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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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把抓起大魚開心合照 跑完魚市場六點多 又殺去了菜市場 吃鳳梨吃西瓜 握手合照通通來者不拒 會和掃街 早餐來吃皮Q餡多的知名肉丸 現在已經大概是第四次的選舉 那投票裡假如不出來的話 我們就真的是也會非常非常的危險 跑法是磨頂法中 就是一定要兩隻腳這樣跑遍高雄 那一邊對手李梅真也起得很早 六點鐘投入了選戰拜票的第一站 來到爸爸李榮宗服務的十全果菜市場 叔叔伯伯阿姨熱情迎接 儘管不贊成女兒投入這場選舉 但是爸爸就是爸爸 李榮宗一早五點多就在門口等待 然後一路默默的跟在女兒隊伍最後面 不是想要很喜歡她 結果她已經國民展徵召了沒辦法 做爸爸的也是要聊下去 什麼時候黑道什麼時候的都沒有 你看我們的資料也沒有 做什麼傷天害羽的事情 也是在對地方的服務 他也默默的在後面 那我也希望說 大家不要一直對這個老人家一直攻擊 儘管是補選戰況一樣很激烈 端午節雙方陣營服務小敗票 把握時間要爭取高雄市民的支持 好來 今天這個李梅珍去十全果菜市場拜會 然後十全果菜市場 就是陳其邁回到高雄後第一站 然後因為他們爸爸 李梅珍的爸爸李榮宗 是在高雄果菜運銷當總經理 所以那是他任職的地方 李梅珍說 因為攤商大多比較明顯 那這個爸爸李榮宗說他會保持重力 不會言對女兒李梅珍 角逐市場這個補選 他本身本來是不贊成的 但得知女兒被徵召 說木已成舟來不及阻止了 這是你說什麼我相信都沒有 他爸爸本來不是那麼的贊成 可是因為他女兒自己也願意啊 所以爸爸為什麼現在要撇親呢 可能是因為他覺得不要拖累他女兒吧 但是我覺得那個東西 但是我問你為什麼他去拜拜市場 掃市場只有一個議員陪同 這就是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說李梅珍的出現 使得國民黨高雄市議員 很多人都炸鍋 有些人是直接發臉書 表達他們對黨中央的不滿 有些人表面上不說 可是其實我有打電話問他們 他們私底下心裡面都直接罵XXX 也就是說他們極為不滿 說為什麼在過程當中 大家都是市議員 而且我們表態 你沒表態到最後是你 就是會有一種同儕競爭的關係 那可是看起來 國民黨在過程當中 提議的過程當中 並沒有好好處理這一塊 所以李梅珍要遇到的第一大難題 就是能不能夠在地方上 先環節自己黨內的這些人 都當他今天出現在果菜市場 旁邊只有一個議員的時候 大家就會問 那國民黨在高雄市議會有三十一席 你出來選一個你好歹 其他三十個 你多少 怎麼會只剩下一個人陪著你呢 說這件事情凸顯了 的確他要在黨內整合 光是議會這一團 就已經極困難了 第二個陳志是說 果菜市場的這個歡呼聲 他認為說 因為攤商可能比較保守 比較害羞 沒有菜市場最熱情 只要是候選人 都一定要去菜市場 所有的攤商都要送粽子 送鳳梨 然後在那邊高呼口號 菜市場是最熱情的地方 我覺得他的很大一個關卡 是他的知名度 的確是沒有被打開 因為他當議員就是局限在左南地區 你要橫跨整個高雄三十八個行政區 我覺得一定很多行政區的人 哪位 梅貞不太認識 沒有聽過 所以他的確在跟時間賽跑 他留幾幾天 知名度當然有比較多 但是他好好地打 也是大家都知道 對 我是感受到 因為我今天特別跟他做比較 這個陳其蔡是五點半九市場 這個李梅貞是六點到市場 差半小時 然後陳其蔡是去哪裡 前鎮魚市場五點半九 所以我想陳其蔡應該是不至五點 就起床了 之後他去前鎮星人市場 但是他旁邊有什麼人你知道 他旁邊有立法委員賴瑞隆 還有議員陳志忠 有三個議員有一個立委 我想我記得國民黨這個 就需要人氣跟他聽 怎麼只有一個議員而已 這個我再補充一下 太早了啦 對啦 他江啟成有在李梅貞的臉書上面留言 聽說你一早六點就去拜票了 拍拍手好棒棒 結果對手五點半 也就是說 然後網友就截這張 為什麼 因為網友覺得 江啟成搞不好也有去跟陳其蔡按讚 你更早 你五點半就去拜票 網友截這張圖的意思是說 主席你這樣子是不是 酸到了前市長 然後也酸了這一位候選人 因為他的對手比他更早 是 請教一下民先生 他有一個議員背而已 我如果選去 我早上我選去過 一早差不多五點 有四公圈 因為菜市場差不多九點 半十點的人最多 我如果要送菜市場差不多九點半十點去 那時候買菜的人最多 普普媽媽 那時候我出來 所以五點菜市場 五點半 他說五點半 五點半買菜 不過他是魚市場 先去魚市場 他說補算 那是光炒的嗎 那當然天條刮的那九十四萬票 對的那是先天不足 後天失調 第一個就是壓縮我們的提名時程 我們沒有版籌算 內部整合 沒有把黨團事先徵詢 有本來的高雄議員 真的有反彈 不過這對我們來講 因為如果我們已經確定提名 我們會全力補選 譬如說我們台北市 其他各館市的包括理會 市場我都會到三天都會 整合問題慢慢 邱宇宣長也背他去定期了 所以整合問題 希望用時間去發改 等一下再給你看一下 這個是上報寫的 說這次黨中央在黨內的徵詢 跟協調整合過程 做法不夠周圓細膩 使得高雄南嶺內部大炸鍋 在藍百合作宣告破局後 更逼迫原本一項友好的親民黨 吳亦正議員 最終也決定出馬角逐市長補選 意義 國民黨的港督情勢更加險峻 我覺得今天中國事部跟聯邦 都同樣寫一個事情 叫做三民黨會是第二名 你有看到這篇嗎 本來這就是我剛才說的 這對我們來講就是立進 你怎麼可能會輸民進黨 不是民進黨 民進黨 在那裡你說我們落到第三名 這當然要拚 因為兩個都議員 吳亦正跟我們提名 這其實兩個都是議員的階級 我們本來是行為 本來是說看現任的部分區立委 沒有 有一定我們會把它放贏 結果他說他孩子這麼一會 這麼多而已 這裡都反對 其他都有討論過了 不然所以徵詢到買到 徵詢到李梅森 李梅森去議員 你拚一下議員出來 拚一下A B就反彈 拚一下B C就反彈 你說議員誰 大家不服氣 所以有他的難度 來有沒有看到 這是中國事部 高雄市長補選 第二名才耐人行為 也許說國民黨會打到第三名 如果真的 我說的 高雄的板塊過去藍綠 好的是七比三 我們三民弄七 或者好的是四比六 相差的是三比七 我們這邊補選 我們得票率 如果低於三層 就算大敗中的大敗 那就對江啟臣來說有危機 就是說他人就來作責 我如果拚到三名 不管第二名第三名 我就說拚到三名應該第二名 沒關係 其實我如果說第三名也差一名而已 沒有啦 我們選舉 比賽人們都舉的冠軍 你舉的第二名 沒有我們去第二名來 因為連中國事報寫的 不是我寫的喔 《中央時報》說你們 你們可能落到第三名 陳任他對我來說很艱困 很尷尬的 他補選 補選是因為百變嘛 你如果沒有百變哪有補選 那已經第一次百變 對我來說在上海了 那又第三名 上海越大了 是是是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一下 說起來他們反而國民黨會選第三名 不是我說的 中國是沒有說的 在這裡 自由時報也這樣子喔 國民黨 輔選人事評估 勝選機會不大 但要力爭老二 力爭老二 所以也可能落到第三耶 不是不可能耶 他說如果是國民黨變成要居 變成老三的話 那接下來藍營的里長就會倒戈去民眾黨 如果這樣國民黨在高雄就倒了 所以這一戰變影響很大 那到底 因為昨天李梅珍說 他希望韓國瑜出來站台 但今天又改口了 修正了 修正了 為什麼要修正 來我們來看福西 謝謝 拜託您好 謝謝 凌晨六點衝到菜市場敗票 國民黨市議員李梅珍 被外界關注的 不是他有多早起 而是李梅珍的父親李榮忠 正是高雄果菜運銷公司的總經理 就怕行政不中立 李榮忠默默跟在隊伍最後頭 仍引發關注 他這個職位也是要行政中立 所以他也默默的在後面 那我也希望說 大家不要一直對這個老人家 一直攻擊 拜託你給他做 不行 因為我要上班的時候就不行了 也是要公正 李梅珍搶評支持度 不少韓粉喊著要力挺 因為先前他被認為是親韓議員 然而選戰中 是否請韓國瑜浮選 似乎成了難題 現在在那邊 韓市長站他還是 對 一定是會 韓前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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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他真的太辛苦了 我也很心疼 他這樣在一年多以來 被抹黑成這樣 其實我非常尊敬他 但是因為他現在我認為 他想要讓他先休息一下 話才剛說出口 是個一天就轉彎 畢竟韓國瑜才剛剛被罷免 合體造勢是加分還是減分 還很難說 對韓市長 或者是整個國民黨的選情 其實不一定會有幫助他 之前他有講說他要先去休息 那這時候在付出的話 可能會讓大家覺得 不是你本來說要休息 等後來又出來了 如果讓韓國瑜出來站臺 或是跟他做某種深度的連結的話 是一定不會當選 國民黨你現在在高雄的狀況 就是你越不跟韓國瑜切割 你在高雄就越沒有未來 就連國民黨內部都認為 補選諾繼續打韓國瑜牌 恐怕是雙面刃 網友評論找韓國瑜是請鬼拿藥單 還質疑他真的有想要贏嗎 端端兩天態度大轉變 也顯示李梅貞倉畜投入補選 連戰略都還沒想好才會出招後 卻又馬上反饋 劉遠怎麼這樣對人家這麼好 誰叫人騎台今天叫你休息 我覺得這兩天他所講的話 雖然是衝突 不過站在李梅貞的立場上 其實他都沒有講錯 大家不要忘記了說 他定位這場選舉 他說要把這個過去一年半 那麼認真的團隊光榮的團隊 要給他一個機會什麼對不對 所以在他的認知裡面 他認為韓團隊在過去一年半是 對高雄貢獻非常大 所以他是否定他之前的 罷免的九十三萬票 所以他認為 他的價值觀認為 那我請韓國瑜前市長 來為他助選 是天津第一的事情 所以第一天他講的 對於他來講他是沒有講錯 第二天他也沒有講錯為什麼 因為他回去開會的時候 他才發... 他靜下來的時候他才發選 不對 他之所以可以出來選這場選舉 是因為前面有一個叫罷免投票 那罷免投票就是已經 至少有九十三萬的人去投票 否定了韓國瑜過去這一年半的表現 那就很奇怪了 所以他冷靜下來想一下 他不能去站在這九十三萬人的對立面 所以他馬上又改口說 沒有啦我是認為說他要多休息 所以他兩... 韓國瑜出來說我休息夠了 他兩天講的 他兩天講的雖然有衝突 不過站在李梅正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你也不能講 不能講說他講錯了 他是把他心裡面的話 給講出來 不過我還是要提醒一下 就是說韓國瑜市長 他到底前市長會不會出來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他出來服選的話 我覺得那個最... 最讓人家蠟悶的是 他用什麼角度去服選 不要忘記了 他是被罷免掉 他說他是政治... 他是政治被被被破壞嗎 或者是他否定這九十三萬人的去投票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邏輯上 政治上的邏輯是非常... 為什麼用什麼名義 我一百三十萬票 我什麼名義 他就會說沒有出來投票 這不是說一百一百三十萬票 第四川 不過不過大家想看看 他那個時候他一開始 雖然講這種話 那就那天晚上講這種話 不過沒有掀起 沒有掀起大家的認同 其實大家反而是反諷的會比較 所以表示出他這一套韓式邏輯 已經是被否定了 不然一開始他正宏的時候 大家想看看 如果他這段話是在二零八 二零一八時候講的時候 大家認為他講的是對的 因為他這個韓式邏輯 他就認為說 雖然有九十三萬人否定我 但是沒有出來都是支持我的 那照他聽之下 那有些人如果沒有很認真去想說 他講的有道理 所以是有一百多萬人支持他 但是但是這一次 他是完全沒有掀起這認同感 表示也表示說 其實韓在高雄的那種影響力 是沒有辦法跟過去相比 我覺得趙韓國瑜當然是有一個可能 就是說他昨天說 他昨天是說 他是覺得韓國瑜的團隊都很好 團隊要納為他的競選幕僚 然後他要走的是韓國瑜 不是他說當選 他要繼續重用韓團隊 對 重用韓團隊 但是為什麼今天改變了 當然有可能就是說 他忽然發覺 我跟韓國瑜在綁在一起 對我不利 但是另外一個可能是什麼 就韓國瑜是不是真的把你當作是我的正韓軍 可能沒有 可能韓國瑜並不是真的力挺李梅貞 因為如果今天韓國瑜 也可以在臉書上講說我支持梅貞 可是可能要不要李梅貞打電話給韓國瑜 韓國瑜今天支持端午節 端午節 那你應該要支持李梅貞 那為什麼韓國瑜 是不是李梅貞或者是李榮忠 去跟韓國瑜講的時候 韓國瑜不願意全力支持 韓國瑜支持的是誰 正韓軍搞不好是曹韓榮 所以我覺得今天韓國瑜的態度 就很重要了 那昨天李梅貞這樣的力 這樣的挺韓國瑜 支持韓國瑜 為什麼今天態度改變 因為他怕韓國瑜不幫他站台 他不是正統的韓家軍 對 那這也表示就是說 江啟成在提名李梅貞 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還是我們之前講的 黨主席之爭 就是韓國瑜真正正韓軍 是曹韓榮 然後他去市黨部 去某種政府 他去那邊拿這個報名單 有 可是你這個 這個鍋是甩給了江啟成 江啟成你要解決 否則你國民黨變成一分為二 江啟成不願意解決 找了一個跟韓國瑜 關係也不錯的李梅貞 結果搞得曹韓榮 自己說奧安我退了 對 所以正韓軍被迫退出 那有韓軍李梅貞出現 那對韓國瑜來講 他本來的規劃可能就被江啟成給破掉了 可是江啟成他是要主導這一場選舉 就李梅貞是我江啟成 斡旋出來的 你看人家韓國瑜休幾天了 對啊 還五天了 那什麼六月六號就被罷免了 今天六月十五了 你現在沒有節目了 你要叫他什麼 百三萬票 沒有啦 你主理論有節目嗎 今天贏教不要贏了 這樣就好了 變成我們百頓很小 不是嗎 人韓國瑜今天端午PO了一篇文章 一掃過去陰霾 一段時間就四萬個網友按讚了 你看我很無緣 是 網友當然對端午節 這沒有政治性的 大家支持 這沒有政治性 你看看網友怎麼說 期待你下次再帶領我們夜席 然後我們一直都沒有離開堅定的韓家軍 你永遠是我心中的好市長 端午節快樂 罷免的投票門檻就在那裡 如果沒有罷免怎麼會補算 你要承認說 上海在那裡 所以提名李梅珍 李梅珍也做相當程度的做修正 如果修補國民黨跟高雄在地的一個落差跟情感的傷害 這李梅珍現在監負的責任 他要打這個打 他就要去修補 不然他如果不打他就拒絕就好 所以他承認要算 你現在把韓國瑜檢查到你離開 他有他的責任 他的責任結束 對高雄 高雄 高雄對於做選擇 你如果要接受 不然都推翻嗎 你會選擇第二名第三名 第一名 盡最大的努力 我肯定我會輔算 我知道這一定不會贏 不過要盡最大努力 一定不會贏 一定不會贏 不過要盡最大的努力 比賽就是這樣 我剛剛有講 因為我不是講說日本女學生嗎 剛剛有44位陰性 接觸有123位 那現在已經採檢了109位 全部109位出爐了 109位全數陰性 那123位減109 還有14位 明天中午會公佈結果 所以看起來情況應該是不錯 蠻樂觀的 我們剛剛提到這個李梅貞的情況 說實話李梅貞的狀況 你去看 這裡面最吊詭 就是民眾黨的這個 吳毅正出來的時機點 為什麼呢 因為以我所知道 民眾黨的吳毅正 是有想要選 但是評估一度又覺得說 他應該選不贏 所以他又決定就是說不要 所以對於民眾黨來講 本來內部是有過這樣的一個掙扎 因為吳毅正在2018年的時候 也選過 結果他後來說 民調自己只有6% 他就算了 那為什麼吳毅正這時候 在昨天會這麼戲劇化的 看到李梅貞確定之後 民眾黨就馬上找吳毅正出來 那是因為李梅貞顯然有兩件事情 是有問題的 第一個這個對於吳毅正他們來說 他們認為說李梅貞 知名度不夠高不夠強 第二個他們認為說 李梅貞的這個 國民黨的內部的整合 是有問題的 那從哪邊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剛剛講這兩點呢 第一個你看 這個是中國那邊的報導 中國的報導 竟然把李梅貞報導成說 這個李梅貞其實是 國民黨的第六選擇 那個意思就是說 在李梅貞之前 有五個人條件都比他好 所以優先在他前面嘛 所以你看他把這個 許昆元的遺孫林思瑜 這個大女兒徐彩珍 黃昭順女兒的這個陳金輝 然後明依陳兆龍 然後跟吳怡町 都列到他前面去 那意思就是說 這給高雄市民的國民黨給他選擇 難道是第六名嗎 這些都排在前面嗎 這是一個 第二個呢 是這個 我說實話 就李梅貞的父親講的話 也讓人家覺得很有趣 為什麼呢 就是一般來說 你女兒子要選 那爸爸講的話就說 我一定支持他 強力支持他選到底 然後支持他要獲選 對不對 結果你看 這個 李梅貞的爸爸 李永忠講的話 他這邊講說 這個不支持女兒參選 其實陳其邁也是蠻不錯的 結果這個話一講出來 他當然對他人家覺得說 那你爸爸也表態啦 就支持陳其邁也不錯啊 那就沒有 蠻中肯的啊 他就沒有 沒有非 沒有非支持 沒有非支持 沒有非 這個話也不錯啦 就是沒有非支持 李梅貞不可 就是這兩個事情都寫的 就是說對於怎麼講 對一般來講 就是說李梅貞要選 就是他讓人家覺得說 是不是一定要選下去 那個氣勢感覺不是很夠 那最重要的是 國民黨內議員的反彈 其實我們都感覺得到 因為私下 跟國民黨的這個有些議員 錄影見面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 私下講到的時候 他們的支持 沒有像這個 我們看到國民黨講的 這麼堅定啊 所以你會發現 很有趣的是 這個以民嫌的身分 台北市議員 要下去幫李梅貞幫忙 但是高雄市議員 看起來跳出來支持李梅貞 真的反而很有限 這是一個很奇特的狀況啊 好像李梅貞的票在台北 對啊 好像他現在說的是 全國民主義 然後所以我覺得 當有一個 講好話好不好 但是我必須要這樣講啊 這也是為什麼 就是李梅貞我們剛剛講 黨內看起來整合有問題 然後在於知名度 能不能把國民黨的 藍軍的票都摳起來 也有問題 因為不要忘了 國民黨之前 曾經在台南市 因為提名黃舊雙的關係 所以踢過鐵板 那就是你的知名度沒有高到 可以把你的基本盤摳起來 那這次在高雄也是 李梅貞可能有這個問題 所以這就是變成說 你看為什麼 吳憶貞跟民眾黨方面覺得說 這裡面有機可乘 所以就給他選看看 結果他一決定要選了之後 你看媒體馬上出來這兩邊 到底誰會是第二名 所以這後面相當程度反映出來 他們的戰略思考在哪裡 我如果是李雅貞 李雅貞有說他要選嗎 有 我如果是黃紹婷 有 我如果是曹環榮 還有一個什麼 什麼宣 邱於軒 說起來 我表面相一定都說我聽你的 表面一定都會講 他只要不動就糟糕了 他如果不動的話 那個組織力沒有辦法深入的話 李梅貞就很難看了 表面上他們一定會講 所以可是你打電話 你就會知道他們罵了多少髒話 真的嗎 真的 你剛剛點名的 但是民進黨是不能放鬆 你剛剛點名的那些人 我有私下打電話 他就一直在罵髒話 真的 而且政大哥你想看看 這個吳怡丁 他的狀況是爸爸反對 我們講陳金威 媽媽黃道樹也反對 對 但是我們講李梅貞的情況是 他爸爸也是不支持他選的 但是黃紹婷的父母 是支持他選的 所以變成在國民黨內 全家支持你的 你黨完全不想去考慮他 他是不是在爸媽家裡 反對他的 你反而考慮他 不常說他變成什麼